近期超市闹蛋荒 评价鸡蛋一盒难求 但走见极品养生超商 犹如两个世界 于用林农场联名的超市 成价上一盒盒百好百满 只是十二颗要价两百二十八元 就是这一幕让民进党立委林楚音 把抛口对准 用林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一面批评圣诞危机 旗下品牌不但蛋量充足 价格还比市价贵两到三倍 这算不算鸡蛋借的iPhone 更呛瞎刮别人胡子之前 先把自己刮干净吧 永林基金会也马上发出声明澄清 永林从未生产鸡蛋 强调极品养生商品来自苗栗花莲产区 并非来自高雄永林农场 而实地求诊包装上的确明白标示产地 引发质疑后林楚音脸书 被网友冠报大酸翻车了 林楚音则再次发文 直指极品跟永林养生公司登记地址一模一样 就是同一批人在运作 但回应同时也把态度放软 郭董昨天针对鸡蛋事件 提出了负责任正确的说法 我也希望蛋蛋争议能够就此打住 不是要攻击特定的鸡蛋品牌 而是根据生产成本供需 价格的高低应该是回归市场机制 由消费者决定要不要买 而这一次也不希望造成缺蛋的恐慌 虽说都是为了蛋发生 一来一往间恐怕冲突没这么容易落幕 华世新闻战圈彭冠林台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